又再次回到我們這個星期的未說人話 我是Isaac 耶 你好 我是曉奔 終於回來了 好開心 很期待要錄這一集有沒有 怎麼說 我本來這個星期要休息的 太忙了 我想說不然我們這個星期休息一個星期好了 不不不 你知道我們要鞭策我們自己 因為現在愛我們的人越來越多 是啦 也是 然後從各方給我們訊息 然後私下Message我們 說喜歡哪一集的節目 然後多做這樣的內容 就很感興耶 哪裡捨得不錄給他們呢 對對對 也是啦 我們不能這麼軟爛對不對 真的不行啊 我們一邊一樣乖切在講小朋友軟爛 然後我們自己軟爛 想休息就休息 但是我這個星期真的是很忙耶 超級忙 我是不間斷的一直在錄音 一直在錄音 你也知道嗎 看得出來 對啊 我們BFN財經最近 一直在試各種各樣的 這個影片的內容嘛 所以我就是有點累啦 但是 嗯 好吧 但是我覺得你們現在是豐收的季節了 你知道我最近都在聽你們的自由時事 因為我很喜歡聽自由時事 然後我都會把它設定成就是 只要有新的一集就要remind我 然後我就會聽 嗯 我特別喜歡你跟呃 呃我想講戴子影 哈哈哈哈 為什麼你會講到戴子影啊 I don't know 因為都姓戴 OK 你說戴子好吧 戴主意 喔戴主意 欸 你聽了 我好喜歡 因為我本來是我介紹給你 我叫你要採訪他的啊 對 是是是 然後我非常非常認同 他每次講到關於電車的一些優點 然後馬來西亞人是多麼的不進取的時候 我真的是狂點頭你知道嗎 他沒有用不進取 他說保守保守 就是不進取啊 這麼多info這麼多video 這麼多關於電車的這些東西 為什麼你們都不去看 不去了解 不去試作 不去看看 現在國外 已經是這個趨勢了 我覺得你這麼生氣 真的是好可愛喔 因為 其實我就跟你講過 我本來就是想要換電車的 但就是我全家都反對 包括我哥 他說 啊 You sure 你確定嗎 我覺得現在馬來西亞 還不是換電車的好時機耶 也是耶 你知道我身邊的所有人 包括我堂哥 他是做汽修的嘛 就汽車修理啦 嗯 大反對 他千萬不要碰 不能碰 唉 Come on 但確實啦 我覺得在沙勞月 或許好一些電動車 因為其實除非你是很長 比如說你要從古境啊 去十五美里什麼 你要開長途的話 對 那在沙勞月又更找不到 可以在半路充電的地方 那西馬半島的話 比如說我明天要去槟城嘛 那路途大概也就是三四百公里 那如果我要再去到吉達 或者是要去新加坡的話 從吉隆坡出發 那中間就必須要停下來充電 那如果又找不到充電樁 那就會比較麻煩 所以會有這一方面的 這一方面的顧慮啦 嗯 明白 但是如果你只是在City Drive的話 其實我覺得電車 像帶主義講的應該 應該是一個蠻不錯的選擇 對啊 我當初就是抱著我要在City Drive 來買這一部Mazda的那時候 他有推出一個電動車嘛 但是很扯的就是呢 我們古境這邊的Mazda 並不打算要進這一台 因為就是like I say 他覺得這邊沒有market 這邊的人是不會想要開電動車的 那Tesla會進去嗎? 夏老月 早就進來了 但是他們是3rd party去拿進來的 所以就像帶主義說 他一台大概賣 50多萬 60多萬 而且他還叫我說 欸你什麼時候要來試開啊 我可以跟你解釋多一點 我們的technology 我就覺得我一開了之後 我已經回不去了 不要 因為每一個人都跟我講 你開了電動車之後 你真的再也回不去油汽車了 真的啊 Yes 欸我最近一直在狂試開 各種各樣的品牌的汽車 但是就是沒有試開到電動車 快去 應該要齁 欸你幫我試開一下BYD嗎 BRD 你那邊沒有嗎 有啦 他現在是在做Rush Show 但是我就很懶去摸 幹嘛還要我試開 他告訴你心得就對了 對啊你告訴我心得啊 看你喜不喜歡 看你覺得好不好開 好可以 但是我跟你說喔 大家也可以去聽一下啦 那一集自由時是我跟帶主義的對話 裡面我不是有提到嗎 中國的品牌 不管是汽車或任何的產品 它都會非常的固權 就非常的周全啦 就是它非常會設計也好 或者是裡面的配備啊 就是給的很大方 但是總是會有一到兩個 非常致命的沒有考慮到的缺點 讓人家覺得很逗爛 就比如說 Font 這個我個人是對於字體沒有 因為帶主義說他 他看到中國車裡面的那個字體 就是顯示螢幕上面的字體很倒彈 我覺得這個是對於審美觀的部分啦 但是我同意耶 我也會去注意這一些細節 喔是喔 對 這個我也會注意 但是我比較在意的是實用性的部分 比如說瑞奇 瑞奇的那個SUV啊 哇真的是超美的 外觀很美 然後裡面你能夠講的出口的 那種safety feature 它全部都有 然後因為大家都知道日系車 像比如說Honda啦 或者是Toyota 就像擠牙膏嘛 到現在你知道那個Honda HRV 連360度的那個都不給你耶 天啊 對 那其實中國車 好小氣啊 中國車就是很大方 你要什麼 它就給你什麼 而且它價錢 可能還比HRV便宜 但是 它的那個充手機的那個 中間中導的部分啊 它坐著超級寬 然後寬到呢 像我們大腿比較粗的人 就會被它擠壓到 所以我的左腿是要 就是壓住我的蛋蛋 誰這樣開車啊 因為我還要踩油門 我也不可能把身體偏向比較右邊啊 所以就 中國沒什麼胖子啦 你趕快減肥吧 屁咧 中國胖子才多咧好嗎 那他們肯定不是target 他胖子的市場 You are not their TA OK Come on SUV耶 SUV就是給體型比較大的人去 而且你車子你的空間表現這麼好 你居然在這個小事情上面 那它是不是有另外一款的設計 是比較適合target給體型比較大的人 有 它有比較更大型的車款 但是呢 一樣中導也是設計到這麼奇怪 But you know what 我喜歡它中導這麼大的一個設計 因為你知道現代人很多 可能載著其他的朋友啊 或者是你要出去工作 然後你需要charge你的iPad 你的iPod 這些gadgets是需要隨時要充電 所以一定要搭啊 你先去試家再說 行 我就等你 叫什麼啊 叫什麼車 瑞奇 瑞奇 不念Cherry喔 是Sherry C-H-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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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rry 你知道C-H-E 漢語拼音是什麼 C-H-E 車啊 對啊 所以就是cherry cherry 什麼鬼 難聽死啊 我想那個 瑞奇的老闆在想英文名的時候 應該就是這麼考慮的吧 直接翻 對 他們真的很妙欸 但這是我自己的猜測啦 你不要來亂啦 cherry 不過你 經過你這樣一般解釋 我印象非常深刻 而且以你對於中國人的了解 還有我跟中國人一起共識過的經驗 很有可能的啊 我跟你說 你就是 你就是他們肚子裡的蟲 對 我們瑞奇要來想一個中文名字 想什麼好呢 車的漢語拼音是C-H-E 好啦 那在後面就加個RY cherry cherry 他就要那個RY那個字 等一下 cherry的中文是叫瑞奇嗎 我確認一下 欸 這主持人也太懶了吧 他不做功課 講反了 是叫奇瑞 奇瑞 對啊 cherry cherry 奇瑞啊 就直翻嘛 他叫奇瑞 特此更正叫奇瑞 我希望奇瑞的車 就是後面的幾代他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啦 他如果解決這個問題 不會卡到我的大腿的話 那我真的會考慮 我真的真的會考慮 多少錢 你看我現在一直要被蛇腰 我現在要趕快來看一下價錢 我才敢回答你 本來不是說好了嗎 今天就是比較輕鬆的聊 你看壓力這麼大 這什麼壓力啊 就像你查個價錢 多有壓力啊 ok 我去世家的叫做Omoda 5 O-M-O-D-A-5 O-M-O-D-A-5 哇很漂亮欸 是不是 它前面那個 那個設計 很像歐系車欸 ok 是從 一百零八千 馬來西亞的說法 十萬 十萬 十萬八千 八馬幣 七跳 對 它最貴的呢 就是最高的Spec 就是十一萬九千一百五十 是不是很便宜 你去試駕 你趕快去試駕 帶主意怎麼說 關於這個Omoda 他就是說這個 就是這個極具的車 SUV其實現在已經沒有爛的車了 只是 如果你要就是性能好一點的話 你就多花一點錢 哎呀 你剛剛換的那個牌子 Mazda 就是性能很好啊 我非常滿意啊 我超級滿意 只是後座比較小啦 對 小不拉機 就辛苦了我後面的朋友 所以你說其實不只是中國人 日本人設計車也是這樣 對不對 後面就有一個 但是它後面的那個位置小 它不是一個致命的缺點 不是 對不對 還是舒服的 嗯 它的缺點不是在於那個 駕駛人的那個駕駛位上面的問題 對 駕駛人跟我的乘客的座位 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嗯 就是腳的空間啊 然後 讓你充電的地方啊 都 設計的非常人性化 然後我最喜歡Mazda的一點就是 它真的是人車一體 它人馬一體 它真的是做到了 因為 因為它把所有的按鈕啊 然後你可以調控的 比如說音量啊 你要換頻道啊 從podcast換去radio啊 這些都把它設計成 你這樣小小一伸手 你就可以夠到 你就可以做到了 而不需要停下車來 然後再manually做這些設定 然後 那比如說冷氣的那些調整 風速啊 就像轉啊 它是有一個旋鈕的 對嗎 一個knob 對一個knob 一個旋鈕 我跟你講這個就是Mazda人性的地方 因為我最近看的上的另外一台車子呢 我有跟你說嗎 就是3008Pajor 啊 Pajor你很喜歡嘛 美到爆炸 台灣叫做寶獅 獅子的獅 然後它的 寶獅 它的logo也是一隻獅子 一個獅子 但有人說那是一隻貓 很壞很壞你們這些人 那 其實Pajor呢 它的設計 它雖然裡面內飾什麼都很美 很美 就像我跟妳講的嘛 進去裡面就覺得 哇 住在五星旗酒店一樣 真的很高大上 對 而且呢 它又正符合我這種gay by的個性 我就是不想要開 路上都在亂跑的 一個招牌都可以 也是啦 砸到幾十輛的那種車子 我就不喜歡 真的 我要非常的unique 要一隻如秀 對 但是呢 它裡面一個小缺點就是 比如說調冷氣 它有一個 一排像鋼琴件的東西 嗯 那你調冷氣呢 你就要去選擇那個 其中一件 它選冷氣 然後呢 風速是在那個液晶螢幕上面去調 而不是旋鈕 那很危險耶 對 你開車的時候 很危險 很危險 對啊 所以 除非你就有載著一個人 欸幫我調一下 嗯 要不然就是車主本身如果是一個人的話 那真的是很不方便啊 對啊 你又知道我是獨行俠 我不常在 對啊 對啊 所以 但是 不夠貼心 但是我們有這麼常在調冷氣風速嗎 很像 有啊 有喔 我anytime都在調 你知道我又怕冷 然後調太大 然後我又 你知道咳嗽啊 或者是呼吸到不舒服 調太低的話又會熱 喔 還有一點Mazda 我喜歡Mazda的我這一台 因為它有天窗 白天那時候你想要多一點陽光 因為我Tinted嘛 所以我的車內部是比較暗的 所以我就會想要把這個 天窗打開 讓這個光進來 對打開 打開天窗說亮話 欸這形容得好 那你就會熱 然後熱你就需要把冷氣再調 你知道高一點 所以就經常需要調整這個冷氣的風速 但 你知道Mazda喔 就連CX5 對我這個大腳撐喔 我都覺得有一點太窄 你需要CX5以上啦 30 不要害我 CX30 我覺得那個椅子也不夠 我的屁股那麼大 所以我either就是要減肥 要不然就是只能去看其他的車子 唉 對啊 現在最近我還要再去試Lexus No way Lexus Oh my God 我跟你講 你真的你試了Lexus的時候 真的你再也回不去了 是不是 我還一直在講這個 是不是 真的Lexus超級好開 而且也是超級人性化的 我覺得我個人對車子的要求越來越高 我現在就是 要嘛我就是要換到一台我就是薪水的車 要不然我就不換 不換 我明白你的道理 就是跟你選房子一樣啊 對 而且我現在其實 我的Honda CT也開得好好的 你知道嗎 就是我也在想啦 我現在要什麼就是皮椅啊 360啊 然後大一點的螢幕啊 好一點的音響 那這些我其實去改裝一下就有啦 對對對 對不對 而且這些Accessory最近現在又這麼便宜 嗯 幾千塊啊就來啊 也對 看你要什麼啦 我要的就是一個虛榮感而已啊 要什麼 大家換車不就是換一個虛榮嗎 但我問你你現在開這台CT 它會耗油嗎 你覺得 還是OK 而且還是這麼樣的鼓溜鼓溜 油價很高耶 我覺得現在 沒有啊它不耗油啊 不耗油啊 非常省油啊 不耗油喔 對啊 因為我當初換車是因為 我那一台Vios已經開始耗油了 嗯 然後就開始出現聲音啊 有問題 打音啊 對 然後過bomb的時候 那種下面那個 我不知道那個叫什麼 就會彈到一下 我就覺得 喔好吵喔 想要換一台比較高的車 說到聲音很像我那一台 也有一點 我不確定是不是啦 一定有的啦 你那邊那麼多坑坑巴巴的 是不是 已經七年了 而且 現在又想想 如果不換的話 這個車價越來越往下掉 那以後要換車的時候 這台車 要track in啊 要賣啊 價錢就沒有那麼好 但我又很想要享受一下 可能就是沒有車代 因為我再過幾個月 我車代就還完了 耶 恭喜恭喜 謝謝 然後我想說 讓我enjoy一年 完全不用還車代的感覺 也是怎樣 但讓你enjoy完這一年的 車價就掉了 掉一萬 你不心疼嗎 但搞不好明年又有一些 新的車啊 比如說 Mitsubishi X-Force 也是很美耶 雖然主義說那台車 就是動力不炸滴 你給我看的那個影片 我看了也是覺得 一直在皺美 怎麼看上這種車 蛤 X-Force 我覺得很昂貝 我覺得很昂貝 不適合你啊 蛤 Seriously 完全不適合你的氣 那你還沒有看到HRV呢 HRV很醜啊 OK 它外型看起來還不錯 外型美 那裡面的裝置實在太昂貝 OK Honda HRV 我們就是非常公平的說 它其實裡面的設計還OK 沒有那麼昂貝 但是唯一一個Super昂貝 Super老土的東西 而且就是那個很像 超級大的iPad 超級大的iPad 不是iPad 那根本就是以前的dansy機 也是 以前那種古代的 那種正方形的dansy機 你知道嗎 好土喔 怎麼真的 HONDA的設計師 你們到底在睡覺嗎 還是 到底在想什麼 對 那為什麼要自甘墮落 但它的車價 也就是同級區裡面的 比較便宜啦 你沒有用啊 真的 我跟你說很有可能 我還是會走回HONDA 我就去把那個dansy機 換掉就好啦 那你買了新車 你要換掉那個 你病喔 那不然呢 就把它換掉啊 我就把它設計到 像Mazda一點就好了 那你就買Mazda What's wrong with you Mazda 2.0 入稅又貴 是喔 保險又貴 你不知道喔 我不知道欸 你明年你就14了 我跟你說 多少錢 2.0多少 就上網查一下就知道了 反正就是比 比你1.5都一定是貴啊 1000多塊 你要去查一下 1000多嗎 因為其實 魯尼現在在開的是1.8嘛 它的就比我貴很多了 所以我每一年我的 我的入稅 幾百塊 600多 我的保險很像是六七百塊 它都要過1000 所以你的應該是 2.0應該是1500左右 1000多 對啊對啊 因為我媽也是啊 她的CHR 對啊 你有錢人啊 你OK的啦 沒有問題 我是覺得 你每天要開的車 你喜不喜歡 坐在裡面 那個市場的那個感覺 很重要 我只覺得我剛才講的那句話 豪吐我收回 哎呀你有錢人啦 這句話 每次別人 你就是王大媽 你就是王大媽 每次別人講這句話 我都會頭以鄙夷的眼神 沒想到 今天居然出自我自己的嘴 Oh my god What's wrong with me 我都懶得 我都懶得毀你了 我都 What's wrong with me 你就王大媽 只要講到車子啊 什麼就變王大媽 連電車這種東西 你都還跟我講說 啊充電麻煩啊 什麼什麼 我就覺得翻白眼 你知道王仁傑 你一個走在 時代尖端的一個人 你真的太看得起我了 好吧 反正我再想想啦 對啊你還有幾個月的時間 對我還有幾個月的時間 take your time think it through 不要做衝動的決定 但是 我覺得換車 一點都不衝動 Yeah You need it 因為我覺得你們 在KL 你們那邊的生活 這麼的hectic 然後你每天又工作這麼忙 然後你不值得一個 一台讓你很想坐上去 然後不想下來 那種車嗎 然後享受裡面的音響 BOSS BOSS的音響耶 Oh my god I'm so fucking jealous 沒有喔 Mazda沒有BOSS的音響 在馬來西亞 他把它掉了喔 No Seriously 然後他跟我說很像是用Pioneer 之類的 Pioneer也不錯 反正他的音響還是不錯啦 雖然就是沒有BOSS Oh by the way 那個你看不起的X-Force 人家可是用Yamaha的音響喔 Yamaha還好嗎 這只是鋼琴品牌 你們了不起的 來了來了 他們懂啥啊 什麼叫音響 好啦現在我的第一名就是寶詩 第二名是Mazda 第三名是HRV 好 就反正最後我決定是哪一台 我再來跟大家公佈 好 也歡迎大家給我們一些意見 建議 好給王登傑建議 看他可以開哪一台 對啊 不要再跟我說什麼保濕 什麼spec part很貴啊 然後很常壞掉啊什麼 這些東西都是已經過去的事情了 OK 主義都說現在這些事情都不存在了 好大家不要再去道聽途說 好 就性能還有外觀 大家覺得 你會比較希望推薦哪一個 好那換我來跟大家介紹 我最近超級愛的一部韓劇 你有叫我看啊 對啊Disney Plus 可是你unsubscribe了嗎 對不對 沒有我就是因為你介紹了之後 我就說那我就是subscribe好了 結果What the fuck 他結果沒有中文字幕 但是我還是用英文字幕看了第一集 是不錯啦 不錯 但我還沒有看第二集 才不錯喔 你先介紹吧 因為我覺得第一集有一點 有一點拖時間的感覺 OK我懂你的意思 因為你們是Marvel迷嘛 DC迷嘛 所以你們應該是抱著Marvel的心態 來看這一部劇對嗎 第一集就要給我刺激 就要給我 就要讓我覺得可以看下去 但他偏一偏不是 但是我跟你說Disney可以說是 真的是砸重金來拍攝這一部 號稱是韓國Marvel版的 Moving 藝能喔 也是今年下半年的一個科幻劇作 但是呢我覺得他外表包裝成科幻 但他裡面其實實質上 他有很多的溫情跟感情戲 然後就有點讓你懷舊起以前的 你看韓劇的時候的那種浪漫啊 情愫啊這種家人之間的情懷啊什麼的 而且我跟你說我真的是愛到 我真的他已經取代了Squid Game 在我內心的地位 Seriously 就以這種規格來說 因為Squid Game也是Netflix砸了大錢嘛 每一集都好幾百萬去拍這樣子 但是這一集我覺得 他的故事更深得我心耶 他每一集喔 製作成本的超過三十億韓幣 相當於七千一百五十萬元的台幣 而且他每一集都非常 他沒有在浪費一絲一毫的時間 去做一些沒有意義的事情 所以他是非常紮實的 然後每一個人物出現呢 他其實都有他的故事線 在後面越看多幾集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喔原來那個人是誰 原來那個人也有超能的那個 Super power Super natural power 他其實是改編韓國的 那個叫什麼 他是畫漫畫的 喔是漫畫嗎 網路漫畫嘛 webtoon 然後他作者呢 本身也有好幾部的這個漫畫作品 被翻拍成電影或電視劇的 他的名字叫做江草 然後這個呢 本來就是一個網路漫畫 然後這個導演呢 是跟他一起聯合來寫這個劇本的 然後導演叫做普仁記 本身是施戰朝鮮2的導演 然後卡斯之眾也是韓國一線演員就算了 而且都是影帝影后級的這些演員 包括魯群龍 韓孝舟 趙影城 車太炫 金成韻等等 而且每一個角色他們都可以獨立出來 成為另外一個故事 或拍成另外一部電影 所以你都會覺得每個角色的設定都非常的完美 導演也不會偏頗誰的戲份比較多這樣子 然後他的故事其實就是說韓國在當時呢 他有一個叫做國家安全組織 有一點像是secret agent service這樣子的一個組織 然後在90年代那時候他們就建立了一個 裡面都是超能力者組成的一個秘密組織 地下組織 那其實他們的任務就是要去幫這個國家安全組織 去完成一些精密的任務 所以呢他們因為他們有超能力嘛 所以就可以很快很順利的完成這些任務 這不可能的任務 然後就在某一天呢 這些人 either是退休 要不然就是因為一些事情 然後被迫解散了 那他們的成員呢 就四散在韓國的每一個角落 從此就再也沒有聽到他們的消息了 因為他們過得非常低調 平凡人的生活 包括像韓孝舟 他就開了一家 炸豬排館 單親媽媽就帶著他的兒子 隱姓埋名的生活 然後呢 另外一位主角就開了炸雞店 然後也是帶著他的女兒 然後巧的是呢 他們都是第二代了 因為他們的孩子呢 都有繼承他們父母的超能力 那包括韓孝珠的兒子李正和 他本身就有超強的五感能力 跟他媽媽一樣 而且呢他也繼承了他爸爸的能力 他會飛 他在興奮的時候他就飛起來 而且他個性非常的單純 非常的體貼 善良 可以說是媽媽的調教之下 但是呢媽媽也是因為要保護他 很擔心他因為會飛的這個超能力 就是受傷啊還是什麼 所以他從小呢就訓練他怎麼走路 然後他身上就永遠就揹著很重的沙包 Make sure他不要因為興奮飛走了 這樣子 不只沙包吧還有鐵片吧 對還有鐵片 然後他是每天 利正用的那一種槓鈴有沒有 是 旁邊的鐵片 而且他每天就是一直餵他 吃很多的炸豬排 Make sure他的體重不會掉 嗯 就不想讓人家發現說他也有超能力 對 那這個李正和他因為想要把這個角色拍得很像他本人 他就增胖了30公斤喔 所以是非常非常敬業到專業的 我會看下去啦 特別是在聽完你介紹之後 因為公平這件事情 讓每個角色都有所發揮 嗯 這個我就覺得蠻打動我的 而且他不算長 大概20集 但是我很討厭Disney Plus的一個做法 就是他一開始他就先釋放了7集 讓你看到過癮 看到夠了之後呢 喔他就開始一個禮拜給你看2集 一個禮拜給你2集 這樣子好討厭喔 超討厭 欸你覺得他有沒有一點像那個韓版的Sense 8 欸我沒看欸Sense 8 喔就是Netflix 那個時候剛剛被大家注意到Netflix這個平台的時候 喔是喔 對啊 Sense 8你可以去看一下 其實我覺得也是 小朋友第二代有超能力的嗎 他是也是在講一群有超能力的人 但是不只是小朋友 他從老的到小的都有 嗯 我覺得 好像Marvel或者是Disney的卡通裡面 有很多這樣子的故事嗎 嗯 但是Sense 8他是比較有Netflix精神 就有很多那種Mind fuck 跟Mind blowing的東西 你也知道 哇 老外就喜歡做這種東西嗎 像Black Mirror 對不對 嗯 就是有很多這種討論人性啊 反映現實社會的一些問題 嗯 然後你知道 因為你介紹我這一部韓劇叫什麼啦 Moving 對嗎 Moving 然後我就去重新subscribe Disney Plus 然後就看到了另外一個紀錄片 喔 是我愛看的類型 教會 對 就是那種corrupted church 就罵教會 好 欸怎麼樣 這個多corrupted Feed me 這個教會你也知道啦 叫做Hillsong 那這個紀錄片 很紅啊 超紅啊 紀錄片的名字叫做The Secret of Hillsong 就是Hillsong的秘密 那Hillsong其實以前小芬 應該是我們的一個共同朋友 她一直都在介紹Hillsong 妹妹 對 她就是給我們 人家現在不是妹妹了 人家現在是爸爸了好嗎 哈哈哈哈哈哈哈 OK好 這個故事以後我們再講 以後我們再說 反正呢 就是來自澳洲的教會 然後呢 她主打的是 他們的所謂的敬拜讚美的詩歌 然後是非常的contemporary 很現代的 現的那種基督教的詩歌 她的創作還有專輯 甚至都到了Grammy 對不對 音樂獎像是叫Grammy嘛 對Grammy Awards 對 入圍過格萊美獎 還得獎 但是呢 它裡面其實是非常血汗的 就是裡面的音樂人啊 composer啊 musician啊 他們就用說 你們都是為上帝來付出你們的時間 跟你們的才華 所以他們都是拿著非常低的薪資 在為這間教會服務 但這個還不是最糟的地方 最糟的地方就是這間教會 它這個founder呢 其實他就是 也是一個道貌黯然的人啦 那這整個的 這個紀錄片呢 它其實是 從講述 Hillsong在紐約的分部 的一個牧師的故事開始 這個牧師叫做 卡爾倫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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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卡爾倫次呢 它就是一個非常有 charisma的一個牧師嘛 然後呢 也是穿著非常的心潮 然後對於LGBT的這個議題呢 他也是走在非常的前面 他說神愛世人 包括了神愛同性戀等等 什麼蛙哥的這樣子 但是後來他就被發現說 原來他有婚外情 你知道婚外情在對教會來說 對我們來說當然是沒什麼啦 那對教會來說 哇 你每天在台上 對 你在台上你講到這樣子 冠冕堂皇 因為這間教會 它在某些層面上面 是非常保守的 特別它是非常講求家庭價值的 而且這間教會裡面 對於女性 還有對於比如說有色人種 他都是說一套做一套 比如說有色人種 他說我們都是要追求 equality 但是其實黑人啊 是永遠沒有辦法在這間教會裡面 就是做到比較高的職位 那都是白人男子 在這間教會裡面 才可能會成為牧師啊 或者是能夠去管理一間教會 或是比較高的一些職位這樣子 然後對LGBT的這個議題呢 他們也是就是嘴巴說 神愛世人也愛同志 但其實他們也是會進行一些 就是reverse therapy 就是鼓勵大家去做什麼 逆轉治療什麼鬼的 對 後來就發現說這個曼哈頓 曼哈頓的這個分部的 非常charisma的這個年輕男牧師 他有了婚外情之後呢 Signy總部就做了一個決定 要開除他 這個我就非常有感了 因為當初我也是因為出櫃 然後就被教會趕出去嘛 而且就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就要他離開 而且一直放大他的這個adultery 出櫃的這件事情 然後對他做人生的 人格上面的攻擊這樣子 因為你知道這麼大的這種 所謂的mega church 他們就是有很多的律師 然後跟媒體也非常的友好 他們有很多的資源 如果他要毀掉你的話 根本就是輕而易舉 所以這個牧師他就受到很大的壓力 然後他也離開 殊不知 Signy的那個founder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了 什麼Houston OK 反正就是Houston家族啦 這個Signy總部的這個founder呢 就是開除掉Mann Hatton的這個老大 牧師 後來也被發現他自己也有性侵女性 蛤 性侵 還性侵 對 他不只婚外情 他還強迫女性跟他發生性行為 都一樣爛 一樣爛啦 是不是 然後不只這樣他還挪用公款 不只這樣他還包庇他爸爸的行為 因為他爸爸是個戀童癖 所以他爸爸以前也開辦過另外一個教會 另外一個branding就對了 然後 收養一些小朋友嗎 很像是Assembly of God 什麼之類的 什麼鬼 然後反正呢 就是他爸爸就是對小男孩伸出狼爪 然後他其實一直以來都知道 但是就是整個教會都在暴斃他爸爸 欸就跟那個Netflix的《以神之名》很像耶 對啊 有雷同的地方 而且更雷同的地方是整個澳洲的司法體系 居然對這件事情不聞不問 因為很多的法官啊 律師啊 德高望重的 會有社會地位的人 都是這個教會的 對 都是這個教會的member 就是《以神之名》的翻版啊 澳洲版的《以神之名》啊 就很垃圾你知道嗎 垃圾到一個極點 然後 韓國就有設禮教有沒有 對 也是這個模式 然後為什麼我要拿這個出來講呢 因為這個月剛剛好 這是Houston家族的這個判決 就出來就是這個 你看我都已經不屑記得他的名字了 但是我還是要找一下 這是Houston嗎 什麼Houston 反正就是這個Houston的founder呢 就是法庭判他無罪 Oh my god Yeah Ridiculous 對啊 他還在他的那個 Social media上面 把這個判決 就拿出來 就說你看 就是上帝一定會保護他的子民 就類似這樣的說法 Bullshit 只是時日未到而已 Brian Houston 我查到了 那他那些受害者們呢 他們有沒有想說 再嘗試上訴還是 Do anything 有啊 現在就是 曾經被這個Brian Houston的爸爸 信信過的 以前是小男孩 但現在已經是老男人了 你看這個已經多久的事情 Oh my god 他現在就是一直還在法院 希望說 就是司法可以制裁這個家族啦 所以我覺得 大家說什麼壞人一定會有壞報 真的不一定 反而壞人活得最久 對 而且什麼病痛都沒有 說到這件事情呢 就要推薦大家看另外一個影集 叫做Pankkiller 其實我 我有看到 我有刷到Netflix的這一部 Pankkiller 詳細的這個內容 大家可以去看啦 但其實我在這個星期的自由史詩 也有特別做了一集 就是美國藥物濫用的問題 那其實Pankkiller 他是在講的 就是Occondin這個藥物 奧斯康丁 對 然後是由普渡製藥這家藥廠所製作的嘛 那普渡製藥背後也是一個家族 薩克勒家族 對 然後呢 這個Occondin這個藥呢 就是造成了美國在2000年一開始 大概長達十幾二十年的這個鴉片戰爭 然後很多人因為吃了這個藥成癮然後死亡 然後造成很多家庭的破碎這樣子 等一下 陳癮為什麼會造成死亡呢 就是可能買不到藥 或者是他引起你身體的一些病發症 或者是OD 因為你要越吃越多你才有感覺嘛 所以 你能從任何醫療醫院拿出來 沒有診療嗎 他是要診療的 但是 因為這個藥廠 他希望能夠增加他的銷售嘛 所以他就會讓他的那些美女的銷售人員 去色釉這些醫生 然後讓他們開出過量的prescription 所以這些醫生也是one of the加害者們 是 沒錯 就是被賄賂被色釉 說到賄賂啊 當初這個FDA的專員 就是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的官員 也是被他們賄賂 然後就approved了這個藥品 但其實就很多的scientist都說 這個就是鴉片啊 這個就是對人體有害的啊 就是莫名其妙在美國就被approved 然後還竟然可以販售 那他的功能其實是什麼 什麼作用 止痛啊 喔 止痛 他原本就是幫助 比如說癌末病人 或是你長期 因為曾經手術啊 受傷 長期需要忍受痛苦 這個病痛 或身體疼痛的人 他就是幫你減輕你的疼痛 欸 那我們這邊買得到嗎 應該沒有啦 幹嘛 幹嘛 你問這個幹嘛 I don't know I'm just asking 不要亂試這種東西 很危險的 欸你真的要去看這部影集 好 對 而且他才六集耶 我跟妳講最扯的就是 跟The Secret of Hillsong一樣 就是最後就是 亞壞人不一定會得到 受到制裁 對 你知道薩克勒家族啊 也是就是美國的司法界 也是在保護這個家族啊 然後他們甚至被保護到 最後的判決是 就是這些受害者 不可以對他們求償 對 保護成這樣 所以現在 現在美國的司法界 也開始在challenge這個判決 希望能夠revoke這個判決 讓這些受害者 能夠對薩克勒家族來求償 但是這個曠日廢時啦 也不知道什麼時候 而且那些死掉的人已經死啦 Exactly What can you do with the 賠償 所以 所以 你會覺得 人性真的是很可怕 你看 搞成這樣 結果我們今天節目落到 後面好像很沉重 This is to remind 我們的聽眾 不要以為說 找到了一個什麼 解救你的 比如說失眠啊 或什麼樣的一個配方了 然後你會覺得 感謝這個公司 這個發明者 其實他們可能 背後有很多的不法的作為 所以很多事情 我們都要比較的清醒 然後要去調查 這個公司的背景 他們到底在做什麼 藥物不要過量啦 不管是什麼藥 都不是神藥 對 不要過量 然後 然後 像小芬講的要比較清醒 包括對宗教也是一樣 真的 你不要人家說什麼 你就信什麼 把心都掏過去了這樣子 對 不要再講說什麼 結果穆斯林比較極端啊 什麼保守什麼之類的 都一樣 一樣啦 基督徒 基督教也裡面也是有很多極端的教會 我教也有啦 道教也有 對不對 都一樣啦 對 所以不要再給特定的宗教扣帽子 或是貼標籤了 反正是我覺得大家自己要很清醒 是 對 宗教就是一個可能寄託 呃 我不覺得它是寄託 我覺得它可能作為參考 你連寄託 連寄託都不是 就是參考而已 他就是一個參考 參考 因為寄託這個字太重 太沉重了 你沒有生活 你沒有生活圈 你沒有朋友 你沒有家人 你每天去教會 這樣子就代表 你就能夠上天堂嗎 你就可以活得很快樂 很幸福嗎 我不覺得欸 而且 基督教裡面講的 其實耶穌就是 unconditional love 不是你做了什麼 他才會更愛你 才會祝福你 沒有的 不是這樣子的 聖經是說 其實打蟲子 從這個石頭裡面蹦出來 娘胎生下來之後 其實他就愛你了 所以不要相信那些教會 跟你說什麼 你一定要奉獻 十一奉獻啦 一定要把你的時間 更多的拿出來 服侍教會 那你才怎麼樣 才會受到上帝的祝福 都是屁話 屁話 當有教會這樣告訴你的時候呢 就是他們要掠奪你的財產 他們要掠奪你的金錢 不要這麼傻 不要上當 你宗教任何的信仰 他們告訴你 你要做某些事情 才能夠得到某個事情的話 某個回饋的話 那都是假的 那都不是真正的 所謂的宗教信仰 OK 是啊 他就是要教你向善 向善 然後對人要善良 不能害人 不能做壞事 Do not commit crimes 然後看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 你必須要站出來捍衛弱小的人 這個才是真正的宗教 OK 對 真的 如果教會叫你去做一些 有的不的東西的話 那你要檢視啊 這些東西 會不會真的是幫助到 像小芬講的 幫助到弱小 幫助到那些弱勢 有需要的人 如果不是去做這些事情的話 那就不要理他 所以我就是為什麼 這麼喜歡 I know Go fuck themselves 所以我還是要帶到moving 我為什麼這麼喜歡moving 異能 因為 他們的親子關係 他的劇本 他的故事 真的顯得非常的動人 那這個媽媽呢 林美賢 韓孝舟這個媽媽 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愛她的孩子 她從小就是不願意讓她的孩子 因為知道她有這個超能力 而去運用她的超能力去救人 或者是Do anything stupid right 但是這個小孩 她就從小她就不解 她就不了解 所以呢 她就看到一般朋友 在那邊玩那種很需要攀爬的一些遊戲 然後看到了之後她就說 他們要爬得那麼辛苦 才爬得那麼高 我可以飛啊 然後她直接就demo了她飛行的那一幕 然後大家 所有的小朋友都嚇傻了 然後大家都 把她捧為偶像 然後頓時成了名人這樣子 幾乎成了一個 小孩子界的名人這樣子 然後回去呢 她媽就很不開心 說 如果你只能夠用你的超能力 來得到一秒鐘的榮耀 或者是 驕傲一下 那超能力有什麼用 如果你不能夠用你的超能力 來幫助人有什麼用 是 嗯 這個也警惕著我們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能力 如果你不能夠拿你的能力出來 貢獻這個社會 而只是 為你自己帶來財富跟好處的話 那你有什麼用 你就是一個廢物 哈哈哈哈哈 我們要被人家罵左膠了 哈哈哈哈 那我們就是啊 Yeah Bike me 哈哈哈哈 好啦 好啦 這集結束到這樣咯 OK好 就希望大家繼續在這個IG 還有在Facebook 還有所有的Social Media 來follow我們 有什麼的話 有心事想要告訴我們 要跟我們交流 隨時留言咯 然後記得Patreon 好 請我們喝咖啡 或者是如果想要QR Pay 我們也歡迎 私下PM 所以QR Pay 你已經 還沒 好啦 因為我還是覺得 好像有點怪怪的 可以是啦 過不了我那一關 為什麼 欸 覺得 好像 哪裡怪怪的咯 好 我們再討論 這個我們再討論 好了 我們再討論一下 OK 好 下期見咯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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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